汉先帝刘邪是中国汉朝的第九位皇帝 于公元前75年出生 他是西汉时期的最后一个皇帝 引起在位期间的昏庸胡道而被后人称为昏君 在位期间的政治一直被大臣集团掌控 经常受到后宫权力的干预 政治混乱不断 到了东汉开国之际 他被往往罢灭 被迫退位 并被囚禁于宫中 最终在公元25年去世 本文将会详细介绍汉宪帝的生平和政治时机 刘邪即汉宪帝 是汉武帝之孙汉宣帝之子 他出生于公元前75年 即公元元寿元年 其父汉宣帝是一位人正名大的皇帝 但早是于公元前49年 母亲董太后是汉武帝的长女 所以刘邪是汉武帝的孙子 成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公元前48年 汉宣帝去世 年仅八岁的刘邪被立于皇帝 称宪帝 由于他年幼 实际的统治权掌握在其舅舅 太后董事和汉宣帝生前的大臣手上 在这种背景下 汉宪帝成为了一个没有政治主张和能力的傀儡皇帝 汉宪帝登基后 大臣集团开始争夺政治上的主导人 最初的大臣集团由汉宣帝生前的忠臣组成 但在汉宪帝时代 集团成员开始频繁攻击 有一批新晋的大臣迅速决起 不断掌握着政治实权 其中最著名的大臣是王莽 大司马良绩和左肃爵等 王莽是汉朝中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曾经任职于汉宣帝时期的政府 经常与良绩和左肃爵等大臣竞争 直到最终击败了这些人 成为汉宪帝时期的时 纪长全职 他通过严密的控制和调整官员的人命 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但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昏文 同时 后宫权力也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 董太后和其他皇后 嫔妃们经常前遇政 支持自己的亲信和家族成员 这种干政导致汉朝政治越来越不坏 朝政昏庸无道 当时的汉宪帝喜靠生死 宠庆女官 宫廷中的女官和各女因此 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财富 这也是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 汉宪帝十分喜欢狩猎 他每年都会在各地进行多次狩猎 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都被投入到了这些活动中 他还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宫殿和园林 修建浩大的池塘和水道 以及豪华的玉岛和车价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劳力投入 此外 汉宪帝还极度奢侈 他的服饰 器物 食品等方面都十分讲究 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来制作和收集 他甚至下令将银器融化 用于制作自己的生日酒斩 由于汉宪帝过度的奢侈和享乐 国家的财政状况日一恶化 百姓的生活状况也逐渐恶化 他的奢靡生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和不安 甚至有人上书劝谏 但他却置之不理 汉宪帝的奢靡生活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富 也导致了国家的道德风气败坏 使得朝廷内外充满了腐败和阴谋 这也成为了他被称为昏军的原因之一 汉宪帝时期 外戚集团的崛起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由于皇帝的弱势 外戚们开始把自己的亲属安插到政府和军队中 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实权 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 与大臣集团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汉宪帝的叔父 大将军和晋 和晋是汉宪帝的娘舅 也是汉朝中著名的将领之一 他曾经在汉朝的边境上征战多年 深的士兵和百姓的爱戴 在政治上 他与王莽 梁继等大臣集团产生矛盾 因此向汉宪帝上书 请求清除大臣集团的事 已挽救汉朝的政治危机 但他的请求遭到了董太后的反对 最终导致他的失败和死亡 公元八年 汉宪帝的叔父和晋 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才能 被授予大将军的头衔 并派遣到边境地区镇上 但当时朝廷已经混乱 各种政治派系互相对比 和晋返回京城 被誉为救王将军 因为他被认为 是唯一能挽救朝廷政治危机的人 然而 他的举动却招致了董太后 和王莽的猜忌和反对 公元九年 何敬被董太后处死 王莽抓住机会 掌握了政治实权 在他的推动下 汉宪帝被迫离开公体 被囚禁在宫外的昆阳 昆阳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汉宪帝被囚禁在那里长达十几年 直到公元25年才去世 在这期间 他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 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和地位 虽然他的退位和囚禁 是王莽和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的结果 但也反映了汉朝政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和衰落 感谢您们收看这段影片 希望透过本频道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历史知识和玩味 我们下次见